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来说 如果移民去马来西亚 我就不只移民去台湾 始终你同声同气 台湾应该是一个比较 如果你要旅行 我就去日本 去澳洲 道策如无 好像是白马来西亚 很大 白马来西亚 你抵抗不了道策如无 有一个人说了一个很有心的心道 他说 台湾人多数都是福建的 很有心道 但问题是 台湾始终相对来说 都是一个比较容易居住的地方 但一个容易居住的地方 通常都有一个缺点 就是很难寻食 我是一个很难居住的地方 人间地狱大寻食的 然后搬过去一个 等于以前的金山立伯 在美国洗完碗 来香港娶老婆 你是一个地狱式的地方 然后去一个天堂式的地方 但天堂式的地方 永远都是因为他的收入比较低 他的收入比较低 所以会做到他会觉得是天堂 会不会很适合一些slash 通常有些工都不用固定 炒一些好 有些freelance好 但只不过在那里多个斗 成本又不是高 这些人是不是适合 你会容易适应过去外国 我觉得你会容易适应过去外国 而且台湾有种始终 虽然台湾人有少少看 不是香港人觉得有些水平很低 但始终香港人去到那里 那个inferiority没那么低 你应该有些人会觉得 尤其是台湾妹 都还是对香港人有privilege 我觉得一个国家的软实力 最容易表现在他的女性 去对你的男性去到一个地方的女性的关系 没错 我经常都说 为什么外国人的软实力强 你看南韵方便知道 为什么大陆人的软实力低 我们不认为大陆人 因为大陆人去到其他地方 你混这些所有东西 可能要加重量 就是要加很多重量 我想如果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 如果我们告诉你 我告诉你 你去到外国 只要你说中国人 你特别容易混女 我想每一个香港人都说自己是中国人 至少香港男人 一定说自己是中国人 但问题是这件事不合理 第二个就是政治问题 我觉得今天香港明日台湾 这件事是有一个很根本的 不合理的地方 就是香港 只要我说最糟糕的情况 香港如果你万一真是独立 或者真的发生一个动乱的话 以我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认识 以我对于中央政府的认识 它会血洗香港收回 但是对于台湾来说 其实是以失之物 香港是狼中之物 台湾是以失之物 其实它无论如何都拿不回台湾 除非是有很大的变故 就是无论用硬 用软 用矮 用矮 用所有东西 就是台湾已经失去了 无论在法理上 因为法理上台湾 这个牵涉很复杂 在法理上台湾仍是二战遗留的遗物 之前是属于日本 日本并没有交给中华人民共亡国 所以中间法理上是什么 而且台湾有个台湾海峡 台湾有个台湾海峡 那件事是第一岛链 基本上在任何情况之下 美国也绝对不会容许中国收回台湾 无论你 就算台湾有一天 你韩国瑜做了总统 然后说我和中国要统一 我们做什么 到最后都是统一不到的 现在我们看回 如果说外国势力 美国取态都是 維持现状 香港也是 台湾也是 他说得很tricky的美国 我们是 如果我和台湾的关系 我是要维持 那个叫做美国的利益 如果你去什么 你和美国朋友的话 那我们当然跟你是partner 你和中国朋友的话 我就以美国利益行事 美国利益行事 就是不给中国 所以到最后 但是香港是死地 香港是没得守的 你是以塞之物 所以当初大家计算过 美国是从来不想走入亚洲大陆 就是说 你去大陆是很麻烦的 所以到最后 他是以塞之物 他不会为香港 就是他最多打嘴炮 搞得到 但是真正到出现的时候 他不会为香港拼命 这个是台湾和香港的最拼命 根本是两个完全 无论法理上 现实上 都是完全不同的 你看回印太战略报告书 他已经当了台湾是国家 他将台湾放在其他国家 印度和相关的国家一起 但他不会提香港 实际上太多人 常听到 之前蓬佩奥说 特朗普会在G20提香港 又说制定香港政策法 其实我想这些都是 姿势多些 就是香港人就是疯心 他会为香港牺牲多少 他最多就是当你一个筹码 去谈一些事情 而如果他当你一个筹码 他也不会为了你牺牲些什么 所以你借着这件事 去想着可以令到香港 有些很大的进步 就比较难 那其实是不是真的错了 因为有个说法 内地很流行的 经常都说外国势力 有会永远都是外国势力 但是香港人争取这些事情的时候 如果被他标签成外国势力的话 那就难争取了 我不知道是难了还是容易了 肯定是难了 是不是 因为他一个说法就是 因为这个籍口好 这个原因好 于是乎就是难了 但如果真的是外国势力的时候 可能上面又会一样 不是因为香港原因 而是因为真的是外国势力的原因 是的 那个问题就是 我这么说 有没有外国势力的问题 就是其实他不可以不做事 外国不可以不做事 如果是美国 我不在香港不做事 我不做事 你上头炒了我 但是问题是 阿爺一定会衡量 你没有外国势力 你会死得更加惨 为什么有些人逃得出中国 有些人逃不出 因为你有外国势力的时候 你有外国势力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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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更加安全 但你有外国势力的时候 同时针对对象 这件事永远都是 你这么说 这件事 我觉得做政治 你必须要作出牺牲 所有的事情 譬如说 资都派 大家说 勇武本土派 勇武的条件 成本就是 勇武而没有后果 勇武就很糟糕了 但是勇武有后果 你如果不勇武 你一定获取不到 其实是等于我们投资一样 我扔够钱出来 够钱可能会输 可能会赢 但我不扔够钱出来 我就一定会输 勇武一定会输 勇武可能会输 但问题是你不勇武 你就赢不了 这件事是 一个政治 你必须要作出的投资 你投资越大 可能的回报也会大 但投资越大 可能的损失也会越大 这个是永远 永远是一定对等的 我问一下 你和那些所谓的 招套派 或者他们熟一点 不是说你是 你了解他们多一点 究竟他们 我是支持招套 你怎样看 有个说法 就是说 他们利用这个机会 现在他们可能是内地 因为固存台湾的局势 可以争取一些东西 容易一些 你怎样看这个分析 其实没有说到没有影响 多或者少 例如你大陆说 永远都有外国势力 外国势力当然存在 但外国势力 没有你形容那么大 所以你说 现在香港的局势 会否影响到台湾 会否因为香港局势 令到台湾 大陆对香港让步 或者美国也是这样 肯定会 但让步多还是少 我都说 如果你跟之前的经验 就是你平时 没有可能会让步 一些东西 你现在特区政府 就会让步 一定是有些东西 跟以前不同 你想来想 都想不到有什么不同 因为以前 所有香港做过的事情 以前都有做过 唯一一个让步的原因 就是一个国际形势不同了 你只是得到一个这样的结论 你才能够设立现在的形势 但问题就是 国际形势是什么呢 国际形势就是 是美国的中美貿易战 还是台湾的选举 可以是美国加台湾 我们从来都不应该 stand alone去看任何东西 问题只不过就是 好了它有影响了 有影响到多少 你是不是觉得 美国会搞到香港有普选 或者美国是否可以 帮到香港独立 这些也是大家都知道 他们好像美国 可以endorse831 是 所以 一来你要理解别人想要 别人想给你些什么 二来就是 你也不能完全否认 那是它在影响你 有些事情真的不同了 但不同了去到哪里 这些事情 香港人很少留意 甚至乎我们香港人 常常都落后于形势 我还记得 几个月前 人们还在争论 究竟香港人 应不应该支持韩国瑜 你想想 到了今时 韩国瑜 已经不是一个玩家 大家都知道 已经改变到国台名 我觉得香港人 根本不应该支持台湾一个人 根本关你鬼事 我们作为一个 我都会有看 但是作为一个 柴鱼发露的八卦事 就算是柴鱼发露的八卦事 我都觉得可以看准一点 就是我们不明白的一件事 就是政治可以变得很快 但是我们经常都用一个香港的角度 香港就是没有变的 香港搞来搞去都是这样的 都搞了些事情 是 现在就是搞了些事情 之前一直都是这样 他们会觉得香港 都完全不变的 我经常都觉得 我们香港人都说 移民台湾 你不理解别人的地区是怎样的 我通常都是如何理解台湾 就是看最极端的人 因为最极端的人 就会在网上 经常都会看到 那些台独派 或者那些统一派 台湾就只有这两个东西 但是如果再了解 就算韩国也不一定是要卖台的 就算是欧文志 他说跟大陆亲近 都不代表他是大陆安排的人 如果要卖台 你首先要做一件事 你有本事卖才行 林郑有本事卖得说 林郑所有人都卖不到 所以反过来说 到他有资格卖的时候 他又未必卖 你要明白一件事 这么容易卖给你 我拿着这么大的东西 那东西就不值钱 等于以前孙中山 你说要我卖什么就卖什么 但到我真的有了中国 我就真的惨你都傻 完全是一样 但你现在这样说 那些人是不明白 观众很多都不明白 潘中山以前的时候 不再复杂 另外一件事就是fantasy 因为我们香港没有民主 你经常都将台湾最极端的东西 你只会看到 如果你支持国民党 台湾就会淪陷 又或者如果你支持民进党 台湾就会独立 其实世界不是那么确定 但为什么我们需要这样 我们经常都将自己的国家 即香港的fantasy 放在台湾上 是这样的 我们只要支持对的对象 就会成功 支持错的对象 就会玩完 这些都是我们对台湾的fantasy 正如我们经常都以为 移民到台湾就会很舒服 很过瘾 但实际上 就有很多问题 其实如果我们带着很多钱 去移民到台湾 就会很舒服 你带着很多钱去哪里都舒服 我经常都说 那些人说 我们真的不要再做中国人 我就问 你宁愿在外国做一个窮人 还是在中国做一个有钱人 你就会知道 其实这些所谓国家的问题 都是钱的问题 都是钱的问题 好 到这里